嗨,我是羽衣之兔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菜市場開箱特輯 有來啦 我又去菜市場 掏了什麼貨 今天就帶你去看看喔 在去看之前 檢查一下你訂閱了嗎? 還沒趕快點擊訂閱喔 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我們即將要400訂閱囉 趕快趕快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也不要忘了 就給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多分享 快點達到400訂閱喔 那FB還有專屬的社團 還有不一樣的互動喔 歡迎點擊更多資訊 來去看FB粉絲團的連結 然後到FB粉絲團 來跟我互動互動 那就來去開箱囉 首先首先 是我最近掏到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非常有質感 而且它的價格也很便宜 就是這個 登 登 就是一個像是這樣子 皮質的皮包 那它可以背著 側背這樣側背著 然後還可以手提著 這樣子的一個包包 這是正面 然後還多了一個這樣啾啾的 一個東西 正面 然後反面就是一個 這樣子金屬材質的 一個這樣拉列 這樣子的一個拉列 然後一樣有這種啾啾 那裡面其實是一個很簡單 就一格這樣子 裡面就是這樣子 裡面有這個就是放手機的隔層 然後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那今天就來做一個互動喔 來猜猜看 這個紫色皮質的 這個可以手提跟側背的 這個背包 是多少錢呢 有沒有覺得我買的很有質感 就讓你來猜猜看喔 再來第二項 是之前非常夯的 可是我一直沒有買 因為我覺得它就跟寶物杯 差不多 為什麼這個東西這麼夯呢 直到我媽媽她去菜市場的時候 幫我掏到這個東西 造型也非常的好看 那就是前陣子非常夯的 冰霸杯 登登登登登 那她幫我買的是這個 迷路的 這是迷路嗎 反正就是這個路的造型 那 它還有一種是純黑的 然後是陰服的這個造型 那我媽是幫我買這些東西 那你們也來猜猜看 這個東西 我買多少錢 因為現在天氣滿熱的 所以我都沒有用熱水 所以我是用冰水的 我就是用保特瓶 然後泡冷泡茶 然後再把那個茶倒進去 做一個過濾的動作 然後我每天就這樣看著影片 喝得慘 一個下午內都還是那種冰冰涼涼的 我覺得很不錯 是夏天的一個聖品啊 所以我現在出門就是 沒有用這個吸孔 我就把它弄起來 然後這樣帶著出去 就用這個前面這個杯圓來喝 我就是出門一整天下來 還是冰冰涼涼的 我就覺得還不錯 雖然到後面幾個小時 沒有這麼的 但是 我覺得以這個杯子來說 算不錯了 那今天這個兩箱 就讓大家來看看 多少錢啦 覺得我今天套的這個兩樣東西 是不是又值得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那400訂閱就是快達到了 所以趕快多多分享 那我們趕快達到400訂閱喔 影片都結束了喔 你還會訂閱嗎 趕快點擊訂閱 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這樣才可以即時接收到 我頻道的最新更新 那 喜歡我的影片也不要忘了 給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FB還有專屬的社團 跟不一樣的互動喔 歡迎到FB的粉絲團 來跟我互動互動喔 點擊更多資訊 就可以看到FB粉絲團的連結喔 那今天這樣 看下集中怎樣的影片 來記錄生活囉 掰掰